哈囉大家好我是真真帽 最近出了一個知識之神的活動 這個活動不用說了就是在考驗各位大大 對風之谷的了解程度有多少 活動時間有3個禮拜 活動的參加方法是 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每個真點鐘的15分 角色的頭上會出現一封信 點擊信封就可以進入了 每天只能進入5次 簡單來說就是選A選B的遊戲 觀看上方的題目在現實內移動到 左邊的A選項或是右邊的B選項 選隊會繼續在上面 選策則會被傳送到下面去 並且在第9關前被傳送到下面的人 可以進行投票 找你投票的對象通過第10關 你也可以獲得第9關的分數 當然的在進行遊戲之中也要注意一些事情 跟你講話的NPC 會對情況有一些改變 各位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這隻熊 牠要在最後幾秒的時候偷換A跟B的選項 導致選錯 還有這隻不知道是樹懶還是什麼的生物 牠的倒數時間比較少 其他是給5秒鐘 而牠有時候只會給3秒鐘 這隻兔子出的題目要不就是黑白 要不就是閃爍 要不然就是超級小張 最佛心的就是這隻貓了 牠出的題目清楚明瞭 不太會常有心機 題目有時候會出現一些製痕像的題目 或者是顏色分辨不太出來的題目 製痕像的題目目前我看過最誇張的是 骷髏刺兵和骷髏突兵 這邊因為我鬆念的 所以能夠聽出差別 但是如果在製痕小的情況下 根本很難分出那一點點的差距 有時候會給你一張黑白圖 然後讓你分出藍寶和紅寶的差別 或者是木妖和黑木妖的差別 遇到這類型的題目 如果真的看不出差別 真的只能看自己的運氣了 隨著活動進行 分數也會越來越多 可以拿這些分數去換些道具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換紀念類的道具 例如點裝、特效、椅子等等的 如果對於剛開始或是回過玩風之谷的玩家 這個活動可能不太友善 只能試著跟固定的人走 而不一定要跟風 有蠻多情況是一整群人一起被刷下去的 要不就是把巴哈版的攻略放在旁邊 跟自己比速度了 另外這個勳章是會登記的 勳章效果持續一個月 有在蒐集勳章的可以解解看 同樣的我會再說明去放一些巴哈上相關的文章 看文記得給原作者GP和鼓勵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分享出去 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